积极组织军民全力开产铺救工作 森林大火的着火地点是苍山十九峰之一的斜阳峰 由于当时风力强劲 火势不断向外蔓延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三千五百多亩 火灾发生后 云南省委省政府龙岛高度重视 当地已经调集了三千多名军民奋力铺救 现在的风向已经改变了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大火已经蔓延到山坡 而是我们的消防官兵奋不顾身 铺向火场 着火点附近的村民纷纷组织马帮 给扶火队员运送食品和饮用水 由于着火地点山高坡斗 风势较大 给灭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着火地点距大理古城和三塔景区约20公里 大火对当地旅游活动和秩序没有明显的影响 公安部门初步查明 森林火灾是当地六名小学生 到夕阳峰中部的江峰寺游玩 其中一人在后山用一次性打火器点火取乐引发的 在火灾中 这六名小学生没有人受伤 初春天气变化不定 容易感冒 不过感冒了可不能自己乱吃药 因为乱吃感冒药很可能会损害肾 严重的甚至导致肾衰竭 近日网上有消息说 有些患者服用了康泰克 泰诺 百福宁等几种常见的感冒药之后 出现了急性肾衰竭 为此 既然向专家求证 服用感冒药和肾衰之间有没有必然关系 此外 一些抗生素类 例如青大酶素 卡纳酶素 也容易损害肾脏 赵教师认为 感冒药引起肾衰跟患者的体质有关 一些患者的过敏体质加上某种感冒药 两者相加就可能导致肾小管坏死等严重肾病 不加选择的服用感冒药 尤其是剂治疗 打喷嚏等过敏症状 又可以退热的复合型感冒药 很可能会诱发肾病 甚至是肾衰竭 所以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 伪造一张错绑五角人民币 然后拿着它在火车站后车大厅到处骗人 近日 两名自制错绑币的骗子 在北京西客站落入阀网 这就是那张伪造的错绑五角钱币 右上角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倒着的 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一张错绑币 其实 这完全是张忠与王玉和两个人手工制作的 不仔细看看 那如果是用手去感觉有没有 那有 有 没照过的人 对 有 错绑币做好后 两人就开始在北京西站眼双黄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 王玉和还会当着旅客的面 用手机拨打95533银行服务电话 询问错绑五角币的价值 只不过王玉和预先将张忠手机号码的姓名 改存了95533 所以这时拨打的其实是张忠的电话 正是这个电话 往往能吸引旅客受骗 买走假的错版票 张忠和王玉和两人利用这种双黄手段 骗取了三名旅客的现金和首饰 总价值5000多元 这两人因为犯诈骗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另外错版人民币 也不像骗子说的那样会很值钱 因为银行发现错版币 只会作为破损钞票 等额兑换 收回销毁 1937年11月下旬 日军调集两万余人 分兵八路 由平汉正泰同浦平随铁路沿线出动 对禁察级边区实行大规模围攻 企图消灭我军抗日武装力量 12月2日 八路军开始全面反击 在禁察纪军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聂荣贞的指挥下 采用军民结合 新老部队结合 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结合的方式 以主力部队隐蔽集结 循击兼敌 以游击队袭扰疲惫和消耗日军 平随铁路方面进攻的日军 在广陵域县遭八路军奋起还击 平随铁路方面 从保定义县向来源的进攻之敌 在义县的大小龙华 遭到强有力的阻击 同浦路的日军刚一出动 便遭迎头痛击 八路军乘胜攻占原平 而正太路之敌 一路重卧军埋伏 大败于于县清城镇 在不到一个月的反围攻战斗中 共打死打伤敌军一千多人 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 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士气 此次反围工作站巩固了禁察记抗日根据地 并为反围工作站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加7600多亿元 增长24.3% 增收部分相当于1996年全年财政收入总额 我国财政困难线已从791个减少到200个左右 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一系列奖励政策 部分现象的财政困难状况进一步缓解 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的资金 将由上年的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 到2008年这一数额将达到200亿元 湖南福建陕西吉林等地针对各自实际创新思路 为群众提供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 湖南正在着力打造的社区医疗服务网 已覆盖了全省一半以上的社区 370个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 让380多万社区居民步行15分钟就能看上病 今年湖南还将建设2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最新统计福建全省14000多个行政村村村都有了卫生所 福建财政不仅减免了全部村卫生所的相关税费 还为近3万名乡村医生每人每年发放720元的政府津贴 农民小病可以不出村 陕西省则在全国率先实行报销直通车等措施 全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87%以上 1000多万名农民享受到新型合作医疗的甜头 陕西洛川农民区域方在为妻子办理出院手续时 医院合作医疗办就通知他去领取报销费用 去年吉林省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上又增添了大病医疗救助 33万多在农村的重症患者不再为看病贵发愁 今年3岁的小明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由于家庭困难没钱治疗 吉林省实施了农村大病救助后 小明阳在吉林心脏病医院顺利接受了手术 2万元的手术费家里只需承担7000元 前几天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幅降温 各地采取措施确保粮油作物免受冻害 突然降温使安徽以拔击的800多万亩小麦产生冻害 安徽省立即组织万名农技人员帮助农民制定对策 利用村广播站每天向农民拨发抗寒补救措施 眼下全省已对400多万亩遭受严重冻害的小麦追尸塑效肥 山东省针对稻春寒对小麦造成的冻害 组织农业技术专家到田间做分类指导 河南省在这次降温之前就通过各种媒介向农民发布 苗情侧报和预防小麦冻害的措施 对旺长的麦田浇水保温并喷湿了碧霜剂 使7500多万亩进入拔几生长期的小麦涨势良好 10度以上大幅降温让江西江苏湖南四川 已进入产子期的油菜遭到冻害 各地迅速组织人员将塑料薄膜 稻草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防冻抗寒物资 送到农户家中防冻抗寒保丰收 南水北调中线控制性工程 单家口大坝加高第一舱加高混凝土 今天开始焦筑 据了解此次加高混凝土施工共有6个坝段 预计到今年10月中旬将完成加高到176.6米的任务 越焦筑强度平均约为7300立方米 总焦筑量约为53200立方米 此次大坝将加高14.6米 总库容将增加116亿立方米 多年平均为南水北调中线一气工程供水95亿立方米 对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紧张局面 具有巨大的作用 整个单家口大坝加高工程 预计将于2010年逊期前完工 国家发改委近日作出规定 作为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重要措施之一 今后在大电网覆盖范围内 不得新建单机容量30万千瓦及以下单纯用于发电的燃煤机组 同时我国开始对汽车出口采取许可证管理 规定出口企业应获得汽车生产企业的出口授权 而生产企业必须在国家发改委的汽车生产企业名录之内 这项措施使我国的汽车出口企业 从原来的1000多家减少到700余家 统计显示 去年我国有超过600家企业的汽车出口在10辆以下 更有160家企业仅出口1辆汽车 全国第一家农村资金互注社吉林黎树县 严家村百姓农村资金互注社今天挂盘营业 这家注册资本金为10万元左右的新型农村进入机构 可为农民自己的银行 互注社由当地农民自愿入股组建 自己经营管理 入股后的社员可以在这里办理存款贷款业务 目前贷款利率略低于农村信用社 另外互注社还允许买卖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及办理代理业务 1937年日军调集两万余人分兵八路 对禁察级边区实行大规模围攻 企图消灭我军抗日武装力量 12月2日八路军开始全面反击 沿平随铁路进攻的日军 在广宁玉县遭到八路军迎头统击 平汉路方面从保定进攻之敌 在大小龙华遭到顽强阻击 同普路的日军刚一出动便被打了回去 八路军乘胜攻占原平 而正开路之敌连连中八路军埋伏 大败于于县 此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军一千多人 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 此次反围工作战巩固了 禁察纪抗日根据地 并为反围工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今天是第六个中国保护母亲和日 各地青少年以绿色和谐 你我同行为主题 开展生态环保宣传和植树活动 五千亩解放军青年林 在江苏镇江开工建设 北京澳组委昨天在 北京奥运会官方票务网站上 公布了各比赛的门票价格范围 门票的订购申请将从四月开始 山西省政府今天面向海内外 公开招聘十类高层次人才 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 环境治理等方面 预计需求岗位将超过一万多名 为期三个月的大英博物馆大型展览 英国与世界 今天在北京故宫开幕 展览通过板画雕塑等百余建文物 展示英国历史 从昨晚七点开始 北京市中石油旗下 近百家加油站开始降价 降幅在每升0.05元至0.2元之间 此次降价为期一个月 云南大理苍山 昨天发生森林大火 过火面积达到3500多亩 经全力铺就 今天下午两点明火已被扑灭 两会召开期间 海外华侨华人高度关注两会内容 海外一些媒体也纷纷报道两会消息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积极收看 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直播报道 悉尼的华语电视台使用多个频道播出两会消息 当地华人报纸也批出专版报道两会 比利时泰国等国的华侨华人也高度关注两会内容 他们表示虽然身在海外 但对祖国的发展非常关心 泰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媒体也对两会进行了报道和评论 美国乔报指出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顺应民心 使两会成为民意表达与凝聚的平台 俄罗斯主流媒体塔斯社 国际闻传电讯社等 对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积极评讲 欧洲最大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发表评论文章 批驳台独谬论 评说两岸统一表达爱国情怀 日本时事社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重视环境和节能问题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连云港号护卫舰和三明号护卫舰 8号在阿拉伯海参加和平07海上多国军事演习 海上演练阶段的演习 并在当天下午分别成功击沉远近两个伏体把 共有9个国家参加的这次军演 由巴基斯坦海军主办 目的是针对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与挑战 中国海军将参加全部16个项目中的12项 中方还将组织和指挥联合搜救项目 新华社消息 韩国青瓦台总统府今天宣布 总统卢武炫今天提名前副总理 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德珠为新总理 韩德珠需经国会常任委员会 人事听证会通过后方能任职 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里